有观众问属性咖啡厅原作是咋完结的 啊问的好 这个作品正好是去年2022年完结的 该作是由女性漫画家中山幸老师 于2014年开始正式在方文社旗下的 月刊Manga Time Killala Carrot上连载的四个漫画作品 共出了115画正片内容 出了8卷单行本 其实动画大致只演到了漫画的前40画左右的内容 也就是单行本的前三卷 后来店里面主要的角色 其实还增加了一个麻东学姐的朋友 风尖踩人 她本来是临时替代脚受伤的秋月 后来她也成为了店里灵活调动的主要员工 而这个故事经过一系列互动的事情之后 女主梅香发现留学的存款还是不够 而且又没有学习英文的环境 所以梅香想要去英语对话教室做兼职 这样就可以边打工边学习 但是店长听完以后就很慌 她舍不得女主辞职 所以店长想要邀请女主梅香去店长老家意大利 店长想让梅香去自己父母所开的老家的店里面打工 梅香的时速她店长就可以全部包办了 梅香想要学习外语的愿望也能实现 但是这话店长没敢立马说出口 正好此时到了过圣诞节的时候 在大家把店里面的事情都忙完准备去开party的时候 借着国王游戏的机会 店长告诉了大家 他这个日本的店要不开了 理由是店长打算回到意大利去照顾父母经营的饭店 同时店长说他找不到能够跟大家一样优秀的员工 所以等店员们追逐梦香的时候 店长就把店关了 同时在圣诞节之后 店长找了一个单独的机会 邀请女主一起去意大利 在店长的真情实感的邀约之下 女主答应了 然后一晃四年过去了 梅宇学姐的漫画得到了连载的机会 并且她剪了短发改变了造型 麻东学姐依然没有长高 并且她有了男朋友 下翻和秋月CP关系虽然没有说的那么细 但是下翻会经常跑去秋月家借宿蹭吃蹭喝 甚至被提醒了要不要同居的时候 下翻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这两个人的CP其实挺稳的 毕竟当初下翻和秋月都是饭店的开荒员工 下翻就是靠观察秋月才学会了扮演傲娇角色的 而真男人神奇日照依旧在为出道成为偶像而努力着 剩下女主和店长也在意大利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综上就是大致的属性咖啡厅的原作完结的大致内容 话说是不是四年后忘了个谁 对了 中山信老师完结这部作品以后又出了一个新的作品 叫正太与哥哥 在史克威尔埃尼克斯旗下刚创立一年的杂志 Bliss上连载 你就看看这个标题 再看看这个人物关系 啊 你懂的 然后我一看这个作者的推特 啊 你应该更懂了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说到这里 你还有啥想法 以及想知道哪些动漫原作是咋完结的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本期视频点赞过2万 我就一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 望各位多多点赞 多多支持